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五年的广场哲学友的King 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戏说存在主义 我估计很多文青看到后面那四个字 就已经急不及待很想看这一集了 我们讲存在主义其实有很多方式去讲 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集讲沙特的存在主义 那集叫绝望的自由 我们今集主要想从一些文学作品去探讨存在主义 所以就会看到有个气说两个字 气其实可能是代表我们今天想探讨的一部戏剧作品 又另外说就是另一部小说作品 我们就尝试希望从一个文学作品的角度 去探讨存在主义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 我们进入这个题目之前 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今晚的拍档主持 首先就有严肃 接着就是Woger大师兄 然后最后就有阿冯 这个是这个 是另一个 这个阿冯就不是那个阿冯 我在想这个title何时出 因为我想观众留意阿冯的今季第一次上 短了 短了 少了一个新字 不新了 多谢大家的终航 4X4 少了一点反而是好 你看到了态度出了 好我们就入正题 事不宜遲 就等大师兄 帮我们讲一下我们今集大日想讲什么 好今天我们又讲全座主义 之前讲沙特就比较从理论的角度去讲 但是很多我们都知道 一讲全座主义可能大多人对他有兴趣 有一部份是对理论有兴趣的 因为看不明白 就觉得很深很帅 有些特别又很劲 又不一定的 落实的那些都不明白 但又少一点兴趣 那些是少一点兴趣 那些真是很难认识到女生 你逻辑呢 那些 但是有很多 很大部分人我估计都是喜欢全座主义 是因为喜欢看小说 其实开始 而因为很多所谓存在主义者 甚至是 他们都很有意识感去尝试透过小说 或者文学的形式 戏剧包括等 非理论的形式 非理论的东西 去表达他们 关于所谓有关全座主义的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就集中看看这些 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有个特点 我觉得至少初一看的时候 就是很闷的 全部都 又不是很知道说什么 因为他要呈现世界很闷 那他就用很闷的方式来呈现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看上去其实你会发觉 有很多很深刻的东西可以讨论的 又很扣连到那个所谓现代世界人的处境 那当然两个关系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所以我想今集 首先我们用小时间讨论一下 就是存在主义和文学或者 艺术 艺术这些 为什么要透过它来表达 为什么逻辑又不用这个方法呢 不写一本关于逻辑的小说呢 为什么说存在主义又用这些呢 接着我们会具体一点 去讨论两个作品 就是我们戏说 我们会讲一个戏剧一本小说 小说我们会首先讲卡夫卡的一本小说 叫变形记 然后我们会讲大概一个 讲明就是会剧透的 去到这里你不要看 看最初的那一节 我们一开始说 现在我们开始讲变形记 你很懂了 因为之前我们先讲一下 之前试过讲一些 譬如其他小说 然后被人说我们剧透又不出声 那我说废话你讲完结局出来 然后就生气了我 这次我们是不只会讲完结局出来 而且还会分析一些内容 讲很多细节 所以要小心 我们讲好了 那次讲圣经都要这样做 我们会隐瞒了耶稣的死和圣经 我们不会看的 我们就说他过生才会 好像剧透了大家 讲完卡夫卡之后 剧透完之后 分析完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讨论另一本著作 就是沙特的 无路可途或无书可途 No Exit No Exit 这是一个剧本来的 都很特别 而且我觉得写得很精彩 我们就会讨论一下这些作品 我想说 朱文曾经之前都做过类似的什么 算不算是啊你 你突然说这些吗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 我们一起看那些剧 所以我罗杰说他看的时候觉得闷了 我也有点惊讶 其实我没有跟罗杰说 我自己觉得其实变形机 这两本是例外 所以我们会选择 但你试试再看卡夫卡 稍后我们不再讲 卡夫卡其他有一些 你看有一个是讲一只土拔鼠 整个故事有没有看过 就在那里挖洞 看到最后就是挖完 是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很害怕 但这两本我自己觉得是 我觉得是精彩的 我觉得是精彩的 一点都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你问我 其实你没有看认真文学的 严肃文学的一些经验 都是会觉得闷的 你问我 始终是跟通俗小说 或者文学有点不同的 就是那些 剧情本身就是一些 安排到高尺起伏 好像看《河里胡电影》 那些小说 你就觉得好看 譬如《达文星密码》 你不会觉得 那些是很精彩的 当然也很值得欣赏 我自己觉得 但严肃文学始终有点不同的 就是他始终有一种 和你日常的经验 有很不同的经验 那些很奇怪 经常会出现这些情况 就是第一 情节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你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 然后那些又没有什么高潮位 结果结果结果 结果结果很简单 没头没尾 结果结果结果 结果结果很简单 你问他 那你看了什么 你不要说也看了什么 严肃文学常常都有这个面向 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这个经验 可能都会觉得悶 但这两本说题当中 比较多情节 而且有对话 对话是很精彩的 这个剧作或者小说 但如果回到最初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哲学节目 那些作家讲存在主义 就像我们之前沙特那样 你写一本 Being and Love in Us 写一些这么大报头的哲学理论 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那些存在主义者 好像经常都介乎于哲学家和文学家 甚至可能卡夫卡 未必被很多人承认他是一个哲学家 即是他文学家的身份很明显是重很多 沙特就相对是可能是介乎中间 那存在主义会不会是有什么特色 使得他是这样 因为你想想 挪辑学家是不会 即是不需要很少 我估计 也不是的 因为我们的斯梦林仙境 都是这样 充满做的原作和挪辑的 但你很难举第二本 很少 但存在主义有种特别特色 那可不可以在这里再发挥一点点 或者补充一点 因为我们始终一个哲学节目 就是讲回存在主义 就是很快地讲回存在主义的背景 其实就是存在主义 其实你可以说是在二战之后 就是一个兴起的风潮 或者你可以说是一个运动 虽然一些人会追索 哪个人以前都会追索 最早都会追索到什么梳解 都会追索到什么梳解 都会追索到罗湿性之后 对啊 概念分析人 那存在的警方又是他 这个文章不是沙特提出的 不过他会用存在主义这个类型 去表示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即是因为他的哲学 其中一个面向就是存在主义的面向 但是你可以问 存在主义实质 例如他和奥利斯黄斯基的作者 一个诺诗学家写 写小说有什么不同呢 他当然有一些特色的 就是存在主义 你可以一个很普通的概括 就是说人的处境 去描述一些人的处境 但是你依然可以再问 迪卡尔那些都是关于人的 人是什么 可能是精神和身体的 有这两个实体的结合 存在主义者 或者和迪卡尔这一类其他自学家 去描述人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的话 就是他们会用很多 实际会共同分享某些主题 例如他们会讲义化 会讲自由 会讲本真这些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讲存在主义 在学界会有一个争议 就是不知怎样去定义 定义存在主义 所以一般来说 有些学者 就会用他们共同分享 会讨论某些主题 去说这些人 会讨论死的 因为死是和人的处境相关的 因为死是人的其中一个面向 或者是会讨论荒谬的问题 因为荒谬都是人的处境的其中一个面向 这一堆的题目 他们就说 如果某些文学家 或者是艺术家 有处理这些议题 我们都可以归类 成为存在主义学派 我讽的意思就是 存在主义 我估计就很难定义 尤其可能它不像我们之前 可能那些哲学理论 什么理性主义 就是一些很具体的一个 他要支持的 那叫理性主义 但是存在主义似乎不是这样 所以阿冯似乎就提供另一种 不是这样的定义方式 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他们都想探讨人的处境 但是他们focus在什么地方 人的处境很多 什么aspect 有些共同的share的主题 例如自由 易化 荒谬 绝望 这些这样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 in general 的定义存在主义的方式 就是只要他们关心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叫他做存在主义者 大约是 都不完全一定 我觉得 或者我再多说一些外体化 就是 補充一下奉莫的说法就是 为何他们会开始 讨论这些课题呢 有一个再大的时候的背景 我每次都会有一个开始的 就是 通常这些人会追索 传道主义者开始的那些人 通常就是 那些人会说 尼聪和齐克克 但是那些时候 他就开始呢 虽然他自己不知道 谁是传道主义者 后来他们给他们 原因是因为 他们那个年代开始 就是 尼聪很出名的 说上帝已死 就是宗教在西方 不能够像以前 有绝对权威 我们如果要探讨人生的意义 道德上是什么对赛 人当然是什么 以前有一个基本的答案 就是回到圣经 宗教权威 他给你一个答案 但是现在觉得 我们不能够相信他 开始因为 啟蒙运动开始 科学革命开始 可以自己 担任人类自己的理性 去找到 举例 去求真求善 就似乎 就是圣经 宗教权威 不行了 同时发现 只靠人类性 似乎不完全行 包括了很多问题 比如科学 都能理解到人类有很多面向 譬如我们现在的医病很厉害 但我们始终有很多 譬如关于人 非生物的面向 好像科学是把握不到的 甚至如果说理性 到最后有些人会说 两次世界大战 製造的悲剧 就是人类的理性 只有理性 而不能再说 人类的其他价值面向 人生意义的面向 造成的悲剧 这种事 全球主要意见 就回去 就像人类迷失的 文明迷失的一个时代 就是 宗教又不行 回不了 啟蒙的理性 理性又不行了 经过一二战 就是这样的灾难 只不过是用理性 製造一些很厉害的科技 造成更多的伤亡 同时我们可以怎么走下去呢 当时他问了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代迷失的时候 就是人类是什么 人类是什么 人类是什么 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他要问的是 一个非科学 非宗教的方法 可否理解人 最后就是一个哲学出路 当然他借助了 那时候很流行的 现作的方法 我就不提 那时候就会变成什么 就是我们使用具体的经验描述 他人作为人的存在者 描述在我们的主体经验 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者 那时候就有很多问题 就是死亡、自由、绝望 那些问题就是 由新加坡那些都出来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他们要想 传统靠理性那些 好像不太行 其中一个情况就是 就是当理性为我们带来科学 推翻了可能宗教的权威 但问题是 宗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提供意义给人 以及价值作为基础 科学就不讲价值意义 那人就是一个很 变成一个在价值失落的世界 没有了目标 第一 第二就是人没有了 跟其他人的联系 有种感觉 很孤直 很孤离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那当然一个出路就是 你回去信教会 但又回不了头 就觉得明白了这些东西 好像是假象 不行 所以有一些人 就会勇敢面对这个处境 于是用不同的方式 包括理论或者文学 来尝试捕捉这种 现代人特有的处境 那我们这一节就很快 简单讲了存在之类是什么 我们下一节就会正式剧透 进入这个变形记 回到第二节的《哲学有计论》 我们这一节就会开始讲一下变形记是什么 变形记有什么存在主义的思想 隐含在一边 但是故事是如何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是会剧透的 所以我们正式讲变形记 严肃有些事情要补充 例外要补充 对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课题未讲 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的思潮 那么有趣的人 常常用小说 剧作文学方法来表达 甚至有很多传来主义的思想家 甚至他本身是小说家或剧作家 他不写理论 不写理论 例如导师塔夫斯基 卡夫卡 有些就不是 卡妙、沙特那些 几个东西都会写 甚至他觉得要看完他 那几个小说、剧作家、论文 才可以综合自己的思想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很强调存在体验 原因是这样 就是存在主义如果是用流星的说法 是尝试找人类的一些普遍的存在结构 就是人是什么来的 人是怎样存在的 我们面对这些普遍的存在处境 当然这个普遍又同时 有时会是在某个时代下 会说 例如特别又会强调 现代人又会是怎样 有普遍又有特上面向 有时候当然你可以用理论去写 但是很多时候 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 更加重要是我们作为主体 那个人的第一身体验 这个体验 如果你用理论语言去描述的时候 始终是不能够勾起你的感受 就是他告诉你 其实就是这个感受 他想说就是有些感受 有些经验 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比如对死亡的体验 对自由的体验 其实每个人都有的 而很多时候只不过是 因为忙于日常生活 那些我们叫普遍的生活 你感受不到 其实我们体验中 经验里面有那些面向 他想透过小说 用某方法勾画出来 你会感受到 其实平时我们有这个面向 有这个经验 这个是重要的 你能体验到 其实自由是什么 死亡是什么 人是什么 这样是借用理论 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也会有用 可以描述清楚 解释是什么 同时有些人会觉得 用文学作法会更有效 让我们感受到那些存在的面向 因为似乎好像哲学也是抽离一点点 离开一个比较客观点 抽离一点的角度的时候 对那个人的 刚刚说的那种存在实况的把握来说 似乎文学就会有一种能力 最后一句就是 很多时候 在那个时候受现象的影响 这个另外一个学校 他们就会觉得 就算后来再讲理论也好 都建基于某些 具体真的有的第一身经验 这样才是言之有物 而于是那些小说就重要了 就是勾起那些经验出来 之后再给其他的教育家 去做一些 further的教育讨论 所以是小说 或者其他一些艺术的形式 是比起一个抽象的论品 更加能够表达第一身的经验 因为这个是他们内容的一部分 对这个理解 所以也解释到 刚才严肃说当然 严肃的文学 不是他写的文学 严肃的文学 严肃的文学 相对于流行文学 好像看起来都没有那么有娱乐性 会好像觉得很沉悶 或者需要多用脑筋才能够理解 但存在主义的小说和戏剧 当然本本也不是很好 但是一般都有一种很难明 掌握不了他的头水的感觉 这个不是纯粹 因为他是严肃文学那么简单 而且是他 因为就是要透过他的故事 或者戏剧的整个推进 去展现那种在人世间那种 没有意义 没有目的 就是那种感受 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写的时候 会特别令人摸不着头脑 所以就需要突突 他是有东西想说的 他不是纯粹想 因为罪事能力低 所以写出来是看不到个理路 所以在这里我们正式 试试开始去说 我们认真地说 正式说 看看怎样体现这种东西 由阿宋去介绍我们 所以我们今集不是只说理论 我们真的从一些实际的例子 其中一个我们会说的就是 卡夫卡的变形记 这个相信很多文青的朋友 一定不陌生的 一定是很多都看过 我很快地说一下 故事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再讨论 剧透主意 剧透主意 首先就是有个主角 他有一天 起床 突然想下床 但就发现 为什么手脚不听我的 不听洗 然后又看到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手脚在动 在签势的手脚在动 然后原来是发现自己 变成了一个巨型的一个虫 变成了巨型的虫之后 一开始 卡夫卡的描述在这里 他还在想着 他不是在想着 糟了 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怪物 他不是在想这些东西 是在想着 糟了 我说不到车上班 好像很像 好像很像的 怎么办 我明明要乘6点 早上6点 那班货车 乘我现在已经6点3 有一个诉求 我的诉求只要上班 又很怕被经理骂 然后他想很多 应该不会骂我的经理 我这么多年来都准时上班 他应该看到我是多么勤力 和对公司 是盡责的人 应该没事 然后想想之后 他的家人就开始发现不妥 因为平时这个时候 他早就出了门 他家人就开始找他 就敲门 怎样啊 你 一开始忘记他 可能他妈妈 主角叫Gregor Gregor 你起床没有 你好似要赶货车 然后 之后呢 扰弱了一会儿之后 他最恐怕 最害怕的噩梦 就是他经理亲子来找他 为什么你不上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看到卡夫加很想描述 那种主角 是很在意他的工作 和他的工作是多么困擾他 很快说 中间的内容就是说 他的家人和他相处 当他变成这个虫 一开始是 因为他锁住门的房间 是没有人进去的 后来就很尽力地开到门 他的家人就看到 怎么变成这个怪物 然后就描述一些家人 和主角相处之间的转变 可能一开始 他妹妹都会递一些食物给他 留意一下他 他究竟喝牛奶 吃不吃这碟东西 然后还会帮他安排 因为他见了一只虫 都不知道给他什么吃好 安排这些生活上有小事 然后卡夫加就慢慢描述 之后他们家人的相处 开始慢慢变化 最后 这个虫 这个主角 就被他的终点工作掃地出门 因为后来死了 这个就是带着他的内容 当然里面 就这么说好像很无趣 所以你发现剧透了是没有关系的 你知不知道照看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约故事的主题 就是有个人变了一只虫 然后就说他和家人的互动 然后怎样死了 最后就是这样 那有什么这么特别 这个故事 但是汪水应该有一届 就是你会说为什么他变形 我都可以说 所以你说 你先说 你先说 然后剪掉我就等我没得讲 好 我先说 第一我们直接去那些 我觉得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它中文叫变形记 它本身德文写的 德文我不知道译哪个好些 但是有些书是transformation 有些metamorphosis 我想metamorphosis是比较多 常见一点 其实蜕变可能好一点 因为牵绍一个你转化 变形你会将焦点集中在一个形态 所以第一 你叫变形记 都很顺利整张的初流体 就算是中文 因为它是由人变了一只虫 一开始就是变了一只虫 但是我会觉得 故事有趣的地方就是 虽然它讲变形记的焦点 好像是人变了虫之后怎么样 第一 于是讲的好像就是人变虫 第一点 第二就是变了之后 和变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他刚才都讲可能家人 和他的态度好像不同了 他和人的相处方式不同了 因为他不是人 基本上没得相处 可能原本是家人住在一起 他现在变了一只虫 其他家人就依然是人的时候 于是很多人的讲法就是 第一就是一般的解释就是很疏离 我觉得都有这些元素的 第二就是 其实它可能用来讲些什么 因为其实不知道讲些什么 你想想无端端 它是没有解释的 就是为什么会变了虫 不知道 就是很有趣 我觉得这类故事 其实很有发挥空间 如果他写到有娱乐性 就是第一就是 当然你可以一开始 不知道怎么变了一只虫 但是接着你应该有一段冒险的过程 就是讲他怎么变回人 那个科学家怎么改造他 然后他当然变了虫 变了虫 变了虫应该有些能力 对不对 这时候他会发挥很多超能力 他会变成一个超能力 是的 很厉害 可以变成这样 基本上蒙面超人就是这样 但是他又没有 你看到尾 原来都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故事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蜕变 虽然表面上是人变成虫 但其实是说由虫变成人的过程 就是他是想讲人最初的时候 他变了虫之后 有个很特别的变化 就是第一 他的心灵和意识和身体 开始分离 就是开始他譬如 他控制不了手脚 一开始下不了床 跟着失去了语言的能力 最初还讲到少少人声 就是刚刚他们说 喂 出来上班 为什么还在里面 他都认了几句 他们听到 但是好像耳朵 后来直接不能够發 就是他已经失去了 讲人类说话 控制不了身体 简单来说 他开始的杂性改变 成为跟虫一样 就是开始喜欢吃些腐烂的东西 不喜欢吃些正正常常人吃的东西 开始喜欢到处爬 懂得爬上墙 有些特别能力 都叫做爬上天花板 但是在那一刻 其实他的心灵 依然是一个人的心灵 他第一样的想法就是上班 他甚至不是想 我是一个人 都不是想这样东西 是想上班的问题 跟着他开始 因为没有了其他人的 其他身体和器官 他开始 但他依然有听人家说话的能力 他知道那些家人在谈论他 在说什么 他听得明白其他家人 听得明白人家说话的 在那个时候 其实开始再想很多 关于自己的东西 去想回他以前 一直以来 未变成虫之前的日子 跟家人的关系 其实他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 是提升了 我觉得 去到后来 一个episode 很关键的第二幕 就是那个撕屋那里 有一幕就是说 他现在变成虫 那妹妹 开始就来 喂养他 看看他喜欢吃什么 好像很疼他 就是都关心阿哥 那爸爸很有趣 他有几个角色 父母和妹妹 父母 父母负责云 每次看到他 变成虫又云 很害怕 他没有什么分别 他又当他是儿子 但又接受不到他变成虫 爸爸从头到尾 都很冷酷的形象 很严厉 很严厉的 而且觉得他 死了 原本儿子上班就是经济之处 现在没有了 所以从头到尾 都不当他是人 就是一个上班的工具 妹妹 开始很有趣 好像当他是哥 但后来慢慢他就当他寵物那样 甚至想支配他的生活 他说这间房子 不用那么多垃圾 几家具的人 就说要用书桌 拿走他 最初他都没什么 在那儿走来走去 但有一刻他发觉 突然间不行 海报 海报有张美女海报 这个是他作为人的 最后的把握 于是他死都按住 其他他拿到其他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不理 这只蟲就自己走来走去 因为又有意义 作为一只蟲 应该多些空间游走 走来走去 但最后他死都不肯放弃那张照片 就是要捉紧自己人的身份 然后还冲出去 结果就被我爸爸 搞错了 冲出来这么噁心 嚇到妈妈暈了 拿苹果扔他受伤 后来还死了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里 其实他作为人的意识 是不断提升的 到最后他是拒绝进食 因为你吃东西 你现在将自己看成是一只蟲 你吃蟲应该吃东西 那点是你可以维持生命 但你慢慢就会失去人的意识 最后我觉得虽然他没明白 但是他是想透过这件事去表达 他依然是一个 反而是更加比原本 作为一个只懂得上班的人 自我意识是更加提升的 所以他是由从的生活 变成人 我反而觉得他是 和他和家人那些 你想回头 他原本都没有什么朋友 跟着在这里讲 其实他本来就很疏离 所以一方面 他不是由从变人 虽然形态上是 但是意识上是人 是由从变成人 从的生活变回人的生活 第二就是其实他讲的 那个好像很大分别的家庭状况 一开始他是人的时候 都一样 其他人都只是当他是根据 也本来不是特别不疏离 所以Roger的意思就是 他形态上是由人变成虫 但他意识上 反而因为这样 他人的意识就提高了 另一个有趣的位置 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一个很 shocking的opening 一本小说 但是其实后来发现 他遇到的问题 那个疏离感 可能他一向都在经历 根本就是现代人的仪实 但是他用很荒诞的方式表达 那一刻才是很厉害的 那我们下一节继续讨论这本小说 欢迎回来第三节 《智学有计计》 事不宜迟 我让严叔说一下 你对别人记的一些想法 是的 那我就继续Roger的想法 就是Roger有几个point 其中一个point就是说 喂 人怎么理解自己的呢 那现代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解方法 就好像Roger说 最初 其实好像人变蟲 其实好像蟲变人 原因就是 最初的时候 你想想一下方向才说 他变成蟲之后 他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不能上班 是吧 担心自己做不到 就是变成自己的工作是机器 那同一时间 其他家人怎样看他 就是都是怕他不能上班 因为他是他家的经济支柱 唯一一个经济支柱 唯一一个经济支柱 所以就变成了 反而后来慢慢变成蟲之后 慢慢变成蟲之后 那种想法的方式 就变成一个人 就不是将自己 只看成 某个功能 某个角色 那么简单 这个很重要就是 因为现代人很多时候 全球主要发现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就是将自己 将人类 包括自己和其他人 看成只是一些功能 和角色的总和 人似乎不是这样 人似乎是一些功能和角色 下面还有更多人的面向 即我现在做这个功能 下次做那个角色 我当然可以做更多 但是很多时候 现代人看自己 用来看别人 就不是 就会将人类 成为某些功能和角色的总和 于是譬如刚才主角 他变成蟲之后 他第一次担心的是什么 他不能上班 是吧 然后开始 他老板来探望他的时候 不在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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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乎他病 你为什么不能上班 他家人后来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甚至后要赶走他 他不会最后最终 最后最终对他很好 后来就赶走他 就是因为他搞到家 他赢不到 不可以作为家的经济 还可以拖到家的经济 所以就赶走他 不和他一起搬 留下的就是那些妇类 就是我们一起搬走 有他在那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就是用另一个 全类主义的自由家 叫做马赛尔 说的一个说法就是 很多时候人会将 功能离开了 就是现代人会将人 一功能就合 但实际人不止是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说 是现代人有一种 因为现代社会有很多的现象 而引致到人的某些面 是没有了 而变成可以继续展现出来 你也介绍了为什么 Wordel 还要说 其实是越来越人 所以是不是这种工具思维 现代人的这种工具思维 会应用在人身上 和自己身上 而不是只在物身上 是的 因为原本物物就是作为工具 我杯没理由 要有什么特别的可能性 那杯就是用来给我喝水 有一个很特定的角色和功能 但现在就会将这种想法 套在身边的人 他人 和自己身上 所以最主要是套在自己身上 而且最怕就是不能上班 他不怕就是变成蟲 他不怕就是变成蟲 他怕就是不能上班 就能复充自己的功能 这里我也加了一句 因为我觉得 Wordel 说 其实他是精神上 尽量由一个物件转化性人 其实是因为 其实表达的一个 表达的一个 topic 或者传代主义里面 常说的 topic 就是叫做异化的 那我们说异化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就是 就是说人 不再是人 就是与自己有一个距离 你本身可能你作为人 是某一些特征的 就是可能你是 有一些creative的能力 你是很自由的 而且你不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齿轮 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运作 那主角一开始 其实他一开始 其实都有 更保留这种异化的傾向 就是他当了自己是一个 社会的齿轮 这个家里的齿轮 所以一开始 为什么Wordel 会说 他还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 虫的状态 或者是密的状态 但是后来他不是 再关心我 究竟可不可以 为家里付出成什么 或者怎样好好的 作一个齿轮去运作 而是他会想 究竟自己是 是什么来的呢 因为这个问题 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他一直功能 我一直在工作 找钱给他们 但是他在物理上 变成蟲之后 他才真正开始想 究竟我是什么 我对于这个家 有什么意义 所以很有趣的 义化的意思就是 原本是人来的 透过变成了社会 之后 反而没有了自己 不再是人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虽然变形技 变成蟲 似乎形体上不再是人 但是反而是反义化的 他找回自己 变成一个人 如果我和马赛尔的说法 就是他原本是 割裂了变成不同的功能 他找回自己 统合在这些功能 下面的自己 就反而发变成一个人 所以你想想 我们一般说 他很关心于上班 我们一般说 上班是什么 上班都可以有意义 但是上班 我们一般看成是做什么 找食 其实他一直 从就是这样 从就是要吃 从头到尾 所以他最后 其实作为人的意思是 不单止他的意识强了 觉得觉察到自己 人不再自己 纯粹看成功据 而是最后他做了一个选择 这是最重要的 有一个选择 他作为一种 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已经变成这样 但是他可以不接受这个身份 他的方式就是拒绝进食 但是他的身体 依然是很想吃那些东西 其实他没有了那些东西 也不会自然 很神奇又会继续生存下去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是知道要死的 雖然他没有明讲 我觉得 所以他最后又不想成为妇女 当然经过一些事情 中间 就是不想搞到日本人租他的房子 结果又被他嚇走了 那些 他完全没有了那些功能之后 家人亦都对他很差 其中我觉得都很有趣 我们还有另一点就是 就是我们觉得是说 人变蟲 其实不是我觉得是蟲变人 第二就是好像说那个分别 前后 其实是说现代人 根本个个都是蟲的方式来生活 而第三就是好像说变形是说主角 但其实我觉得变得最厉害的是哪个 除了主角就是他的妹 其实他父母没有变的 由头到尾都 他妹变得最重要 由开始将他 可能很模糊 他都不知道自己怎样 一个小女孩 就看到哥哥那麽惨 就养下他 后来他要主宰哥哥的生活 主宰他的生命 后来还第一个厭护他 很有趣 他是第一个照顾哥哥的人 但亦都是第一个说我撑他不顺 弄死他 也好什么都好 赶走他 我不能再见到他 因为他自己有出去上班 后来他不是家里的唯一 经济之处 后来发言 原来每个都可以出去找工作 那还过得好 说一下妹妹 有另一个点可以说 可能引起来说 无路可途 就是说 很有趣 主角的名字是德文寫的 叫Gregor 她妹妹叫Greiter 寸话很像的 G-R-E-G-R 妹妹叫G-R-E-T-E Gregor 怎麽会有这麽相似呢 有一个诠释 我觉得很有趣 有些诠释就是 有些人会说 你可以这样看 他好像是 两个角色对性格是不同的 Gregor 主角是很害臭 没有那么社会 没有那么社会 没有那么外向的 没有那么跟人交往 很感叻的 是很随着的 但是你很留意 但是他有很多次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他一个真我 就是真正的 他其实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他很想 很想跟其他人说话 所以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那间房 是很重要的象征 比较的 小说里面有三次 他想出间房 第一次就是 他的老板来找他 他出去跟他解释 那他让他老板 说回来 第二次就是 他妹妹和他妈妈 都想帮他去收房 撞住一下 谁知道他妈妈 看见他的样子 就暈了 他妹妹就接着他妈 去拿出厅 他出去帮忙 他爸爸回来 下班 看见他这样 又用平衡扔他 扔回去 第三次他想出房 就是租房 因为家里没有钱 就租房 给其他人 那妹妹 就拉去钓 给那些人听 就是愚斌 就是他们觉得 他在里面听到 他们觉得 喂 你人都不恩索 我每次来琴 我出来去欣赏 叫你不要跟他玩 拉给我听 怎料又吓到 他爸爸把他趕走 三次都想出房 但是每次出去 都是一个很惨的遭遇 而且他说得很有趣 第一次出房很明显 就是他出的时候 他说得很清楚 到门很窄 他过不了 他很辛苦才出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 其实象征 他想和其他人 把真恶 是和其他人接触的 是有关系 有沟通的 但是发现不行了 第一个很难出去 出孩子也是出事的 而当然 有很多人会解释 就是他有个父亲情意见 就是卡夫卡的老爸 和他的关系 就像那个老爸 他又很喜欢他 就变得很麻烦 那写法里面就是 他每次上Rick Chaucer 都会遇到很多 不好的结果 就走回房 就是他自己 一个安稳的世界 就是这样出去了 他在每个人很不同 他在每个人很信心 他会和其他人 会拉小来和余斌 可以出去做经济支柱 可以出去做班工 相对来说 很外向 相对来说 所以有些人会这样理解 他们的名字那么远 其实是象征着 我们人里面 往往有这两个面向 就是一个是比较真我一点 另一个是比较和社交一些 比较和工具一些 和社会吻合一些 但是很多社会 两个会有关系 你想出去的时候 他又怎么招 你要照顾他 初时你想 阿妹的角色 就想照顾他 但是后来会发现不行了 这个真我 有时候很难照顾 人就是这样 有这个关系 而最后我们会往往放弃 就是不再照顾 这个所谓的真我 就于是 他变成一个社会 社会里面的人 就于是 后来一个故事结局就是 很有趣的 他放弃了一个真我 如果我想理解 他搬到其他地方 由他自己在那里死 而很特别的是 最后一个比喻就是 他爸爸的苹果扔掉他 扔掉他之后 他那些苹果就放在他背部 和其他一个 而最后他腐烂 就是他死了 这个我也可以这样想 就是 其实你的人很需要 跟其他人联系 很需要其他人溝通 但是同一时间 这个可能是跟 接下来做X事 就是其他人 会给你一些回应 那些回应是他的苹果 那些都成为 陷在你背部 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就是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你的其中一个面向呢 是create by constructed by 其他人 他给你的东西 会成为你一部分 但是最终可以是有毒的 可以令到你反而 没有了你的真我 最终你的真我 就在路径死了 杀了你的真我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一方面 是讲现代人的处境 我经常讲人 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想跟人之间 但是别人的评价 会对你造成一个什么影响 因为时间是 讲到关于他人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转到 我们第二部想讨论的作品 就是沙特的《No Exit》 可不可以请大师兄哥 我们讲一下故事 大约是讲什么的 就是这本了 我们都没有出路了 因为时间关了 马上要过渡到这本 这个我先介绍一个故事 很简单 这次真的简单 通常我讲这些都是不可信 但因为实在太简单 这个故事就是讲了三个人 一个叫嘉仙 一个叫艾斯特 一个叫伊利斯 很烦的名字 总之有三个人 其实一开始就是他们死了 然后就死了落地獄 落地獄 落地獄 然后发觉很有趣 首先是嘉仙出场 落到有个好像那些 Bell Boy 带了他进入房间 然后他里面有些凝聚 发觉有三张梳化 有些陈切 正正常常的好像 那不是地獄 他说地獄 他觉得很奇怪 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死了 那些 为什么地獄会这样 当然最似地獄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跟香港现在的状态 就是没有MIRROR 你想想一个地方没有MIRROR 真是好地獄 所以他很有趣 没有镜照 另外那两个人进来之后 他们就有一些对话 中间 就是从对话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秘密 我觉得地獄 就是很不同 很多东西 很黑暗 有火 很光亮 有人在那里 又没有凝聚 你很害怕一个人 他又不是有三个人 究竟地獄是什么 沙特就很精彩地 去描述一种人间地獄给大家看 其实是 交给大家讲一下 阿芳呢 因为我们为什么想看这个作品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 最大的 他想讨论的就是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他的作者就是沙特 沙特是其中一个存在主义作家 对于沙特来说 他觉得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为什么呢 就是要回到他一些哲学的理念有关 因为他觉得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人 是赋予世界意义的那个东西 当这个世界没有人得理的时候 我喜欢赋予这个杯是什么意义 或者这张桌是什么意义 或者这个报警板是什么意义 全部都是我决定的 但是当有其他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死了 那些东西不是全部你决定的 其他人都有份 所以其实在这个赋予意义的这个层面上 是有一个竞争关系 我对于这个杯是这样理解 它用来喝醉的 但可能它对于诸民来说不是 它用来打人 是打我的 所以你就可以见到最基本的关系 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甚至它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 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眼中的东西 所以我猜阿凤这里就讲了沙特 一个基本的哲学想法 那么我们下一节 会回到那个剧本去讨论 究竟它怎样展现这个想法 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哲学友谊 我们刚才最后就开始讨论另一部作品 就是沙特的《Low Exit》 阿凤就交代了大约沙特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不如这一节就继续讨论他的想法 和他这部作品的一些发挥 因为我见到花了一分钟 说得超快 我继续说 就是你对于这些事物 你有个定义 人家对于这些事物有个定义 那无恶格 未知去到地狱这个level 所以就未知这么简单 因为问题最重要 不是你对这些事物的定义 和别人有竞争 而是你会发现 你对于你自己的定义 如果这个世界有得理的人 就是我喜欢成为什麽人 我给什麽定义自己 没所谓 就是你其实我完全不懂音乐的 不懂小提琴 我现在主要说我是小提琴家 那没有其他人在的话 那我就就是了 但是有其他人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自己有一部份 是由其他人去决定 你是什麽人 例如在你眼中 我根本不懂音乐 当我说我是一个小提琴家的时候 你就会反对我 那我们就会是一个冲突 那你会发现 这个本身你对自己是100%掌握了 但是你现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 你不可以100%对你掌握 而是你某一些部分 例如我是看不到自己的 例如我看不到自己的背部 或者某些性格上的缺陷 是我自己不知道的 而那些位置是你见到的 但我又不可以改变你要怎麽想 那这个就是他觉得最恐怖的位置 还有我觉得再補一点就是 那个恐怖甚至不是说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可以说自己是怎麽 而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虽然可以怎麽说 都没有人反驳你 但是因为你有自我反省能力 其实作为一个人 有自我意识 你意识到自己 将自己看成是某一个人 比如一个小提琴家 但你同时有意识到 我真的抓不到 那你都会怀疑 这个当然你背部 你的眼睛看不到 但就算所有人 你以为你见到 譬如我的手可以见到 但你都会怀疑 会不会有我的眼花 有这个可能性 当你一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另一个人去确认 他肯定你说的都是一样 问题就是你要靠别人 就麻烦了 因为他就可以 某程度上控制了 他对你的看法 他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他说完的 你怎样理解 然后你怎样去回应 都是从你的角度去看 而你的角度本来 问题正正是一开始可以错 这里就会有一个很复杂的 你又需要他人 但他人又对你造成一些威胁 我说一下他人对俗成威胁的位置 刚才阿彭说 我有部分的面向 是人家决定我的意义 我控制不了的 他怎样去评价我 甚至我觉得普通的问题就是 就算他这样的评价 对你来说是好的 你喜欢的 都是一样的 问题是 因为你控制不了的 现在好而已 他没有保值他是好的 他下一次就不合心水了 可以是 这个位置就像赤裸裸地 任他评价 放回到剧情里面 就是很合适的 剧情里面很讲 就是地獄里面 是没有晚上 是不会熄灯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永远都一定会有人看着他 永远会在他人的目光下 我们不能走的 所以是不能走的 甚至想死也不行 他有什么证明想自杀呢 杀不了自己 因为他死了 他死了 但如果比喻来看 就是他走不了 他离开不了那种情况 而且我认为 他用三个角色是很好的安排 原因是因为 任何两个人 甚至有两个人 例如调情 也有第三个人看着 讲得很清楚 就是加生自己讲的 后来他和艾斯特勾引他 或者追求他 后来说 但我不可以在第三个人面前 和你发生性行为 我做不出的 就是你永远有第三个人在 你两个人还可以 也有第三个人 这个安排刚好 你永远会在一个目光下 我想加一点点细节 就是他会特意描述到 他在这个地獄的时候 是没有眨眼的 所以是无时无刻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 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但反过来说 这个是说为什么他人 所以他最后就说 伊利斯来到的时候 看到加生 以为他就是折磨他的地獄使者 他后来说 其实不是的 我也是另外一个 被人带来这间房子的人 但很吊诡 就是结局揭尾的时候 就是 其实真的是 因为他们对于互相 对于其他两个人来说 他们就是地獄 就是互相 我要不断评价 在目光下 你才能活到 所以虽然以为不是 其实他就是 所以很出名的句子 他人就是地獄 就是这个意思 其他人就是地獄 可以这样理解 他人就是地獄 其中一个最地獄的位置 就是 如果用压缓的说法 就是人本来 是一些可以富裕意义的主体 但是他人 都是这样的主体 当两个主体的时候 我们就会突然沦为 一个被他人评价的一个物 那会不会和 其实变形的那种 就是异化那些问题 变得人不再是自己 那样东西好像也有点像 就是 本来我就是一个主体 可以富裕一些 那些杯子 那张桌子的意义 但是因为我活在你的目光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变了 我只不过是 你眼中的杯子 就是历史时空 实际上你变了不是自己 不是人 但是沙特会不是这样说的 沙特会说 这个是人的结构 古往今来 无论他死了多美好 你总是有个面向 任人的评价 你控制不了 这个是人之为人 一个必然有的存在结构 这个其实都在他这个剧作中 被显示到就是 你就算死了之后 落地獄 都是要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 我不相信死后世界是这样 但是你死了之后 就算你没有意识 但是我们有个说话 叫概观敌论 就是你死了之后 我对你的喘息更加过分 你不能再反驳我 你死了 那我现在喜欢 如何喘息你这个人 我就说了 就是其他人 所以里面的角色都仍然很在意 其他人的评价 就是那个内容 这个就回到Walter的另一面向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他人是地獄 那地獄就逃走 当然他说走不走 但你都逃走就可以了 但是很有趣 劇情里面有一些安排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安排 第一就是 其实他有机会 嘉生是什么走到的 到门突然开了 我要走就走 突然开了 但是他选不走 为什么选不走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就是很有趣 劇情很强热 里面是没有镜的 没有镜的 这个安排是什么 这两句是靠近Roger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他人 虽然他人是我们的地獄 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他人 我们需要他人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这样的 艾利斯特突然很需要一块镜 他说没有镜 我看不到自己是怎么样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 我没有镜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 然后艾利斯就叫他过来 你过来 我看着你 我描述给你听 我看着你 我告诉你 当然艾利斯是一个女同性戀者 想追求艾斯特 所以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没有镜 这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说 人们的了解自己 有时不是那么诚明清澈 不正自明 很多时候要透过其他人 才能确定自己是怎么样 我有一部分的面向 需要由人评价 同时他建立了自己的一部分 我怎样是由人的评价去确定 这个反映到后面的两个剧情 就是嘉新 是不停偷死了之后 偷听自己的同事 之前的同事 讨论他 为什么呢 因为剧情里面的安排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所以坚持反战 所以才做逃兵 不上战场 于是被人捉到之后 就枪毙死了 他觉得自己是为了崇高利上来 不是懦夫 但是他到后面还是害怕的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懦夫呢 他听一些同事说 而且后面为什么门开了 他不走呢 他说因为我要留下 我一定要说服到伊利斯 这个最环顾的人 他都相信我不是一个懦夫 我才真的不是一个懦夫 所以他不走 因为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我不能够充分了解自己 甚至我不能够 随着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我要透过其他人才能够 才能够到真正的我的自己 不是很有趣 就是艾斯特也是人 他说服艾斯特 艾斯特好像说 总之我有个男人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他不是懦夫 你喜欢我 你什么都可以 你说不是懦夫 你是英雄 但是真正是这样就可以了 本来他好像需要 即是嘉仙 好像需要一个人去 证明他不是一个懦夫 其实有的 问题就是太顺瘫又不行 因为他要说服的人是最反对 最不认同他的人 所以他一定要说服的是伊利斯 问题是 为什么他要说服他 因为他根本就不接受 他不是懦夫这个事实 他断定他是懦夫 或者他要跟他斗气也好 都不要说他意 在这里出现的就是 地獄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要说服的人 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选择 你说服不了的人 来说服才有意思 你选择了一个 你的粉丝来说服 没有意思 因为他们说话 你想想 其实可能他因为喜欢我 所以这个就很惨 所以变成了很有趣 就是地獄是什么意思 一般我们想的地獄 完全跟这里相反 地獄就是什么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真正的地獄是什么 是死了之后还有东西 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是什么 是意识没有了 但是他最地獄的地方是什么 你的意识保持存在 而且保持非常清醒 非常意识到其他人的目光等等 所以要很白的 不是黑的 全部和我们平时想的地獄相反 不需要凝聚的 只需要有人 我们怕的可能 一个地獄的意思是 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 其实孤独都不行 但是有人又怎样 所以就是说 你还有什么可能性 地獄在于所谓无路可途 就是你根本没有出路 你想不到任何情况 去令到这个坏的情况消失 最正是门开了 就是有路可途 照算是 劇都是无路可途 你自己都是需要其他人 你都要留下 但同时留下 又会面对地獄 我现在想分享一句 我觉得很棒的对白 就是他们说 你们的证物很吵吵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写法 说他们静得很吵 就算他们不出声 你目光望着 我都觉得很辛苦 都好像很吵 不可能独立地有我自己 因为这种证物 都是某种评价 因为这个是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伊利斯的对白 因为嘉欣一开始就跟伊利斯说 伊利斯想追求 追求 追求 因为我忘了另一个主角的中文名 艾斯特 他想追求艾斯特的爱 因为嘉欣就说我给你们空间 你们做你喜欢做的事 你去追求艾斯特 但伊利斯就说 你可以斩了你的手 斩了你的脚 剃走你的头发 就是没有这个人 整走你身体某些东西 但你不可以整走你的存在 你已经在了 所以其他人的存在 就已经构成了某种噪音 某种目光 我觉得很有趣 有时候我扣回去 之前有几集讲复刻 讲圆形交故事也是这样 就算没有一个人 具体的人在 只要有一个 可能的目光 你已经跑不掉了 你永远都觉得 有人可以评论我 有人可以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具体的人在看 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可能 有人看着你 那些人的反应 完全不同 你永远在这个意义 就像永远的白咒 是没有黑夜的 你永远都在这个人的目光 我记得有个细节 都是他们的地獄 有个雕像 我记得其中一个角色 都是说看到那个雕像 都仍然觉得 他是被人在看着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不是一个actual的人 具体在看着你 或者在评价你 但是这个觉得 被人在评价的意识 已经是深入了 我们的存在结架也好 或者我们的生活習慣也好 所以即使没有一个 具体的评价 被评价我的对象 我们都觉得 有一个这样的对象 连那个雕塑 我们都会觉得 可能是在评价我 甚至我觉得 最地獄的位置就是 闫叔刚刚说的点 就是 其实我们有需要他人 所以就用Audio和阿冯的说法 就是 不只是我说自己 音乐家就够了 就是我们是有自我反省 我们会怀疑的 不是我们说 我们做这个节目好 就很有自信 不是人家说好 我们都很信心 我们需要其他人 我也在怀疑 所以 例如嘉珊需要其他人 告诉他 他不是耐弱 他是一个和平主席者 所以才做逃兵 我补多一个小句 就是 如果有些朋友 或者观众有兴趣的话 这个可以和沙底 《存在于虚无》那本书里 一个讲 偷窥的故事 是对读的 就是你当偷窥的时候 就好像房间里面的 所有人都要评价 但是当你发现了你的评价的时候 你就要人民评价了 所以最地獄的位置就是 我们又需要那个地獄 但是那个又是一个地獄 那我们下一次继续 讨论关于存在主义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